現在是孝月很多學生小孩在家 現在就家長和學生在歡迎說 保持班的電位在地卡都卡來救生 它是在訪問為什麼他們自己的個人資料 出來的電位會不會出去了 台北市的郭友郭就強調說 中共有必要去拿走 也說去年到現在已經有發11天 現在保持班加到已經有900萬了 台北市南陽街保持班這麼多 在孝月保持班拚命救生 晚上就家長和學生歡迎 一直接到九星的電位這麼困擾 大概就是問成績 然後他覺得你成績不好 就問你要不要補習 就不想浪費時間在回答電話上面 就講完就掛掉這樣 學生表示 經常接到保持班的九星電位 家長團體是對公保門構築處理有記錄 這個同學在這個補習案補習 我可能因為覺得補習案不錯 那我就把我們班上的同學 同學錄給了補習班 也請補習班去跟其他同學聯絡 可以把補習班的名稱記錄下來 跟他各自是怎麼取得的 他無法提供跟教育局做通報 各自取得是有疑問的 我們就可以進行裁罰 跟教育局調畢業的時候 會教育前去補習班 給他開發 今年到現在已經發了11個900萬 也定期 就要後來各自出列相關作業 現在各自法修改了之後 沒有取得使用者的同意 或者是說我不同意之後 他沒有刪除的話 那這個基本上罰則都有被提到 現在把這個罰到更多的錢 主案專家政委 台灣在主案六十頂管 要還要加強 要比方主要創作過程出現勞動 甚至出現海系一親 投體各自的情形 既正綜合報道